各位好 我們目前設計的小時鐘 已經具備上述兩項功能 計時 與調整對時 這個完成度大約是50% 那我們要如何新增鬧鐘功能 現在看這個結構圖 我們目前的電路設計 這個核心的時鐘部分 它會產生10分秒 10分秒的數值需要透過BCD轉換 在七段顯示器上 才可以看到正確的數字 避免顯示英文字母 OK 接著 我們想要調整時間 做對時的動作時 在10分秒的地方 我們用按鈕 去設定 但是 為了要處理 彈跳按鈕的 機械性質 它會產生bouncing time 我們需要這個debounce模組 去避免 多次的重複觸發 那我們 今天想要新增鬧鐘功能時 大家 試著回想電子表 是怎麼去調整時間的 或者是怎麼 去設定鬧鐘的 同樣都是用 按鈕去按它 然後 10分秒呢 它會一直加1加1 雷加上去 我們是用按鈕去設定 那是不是可以利用這個時鐘的架構 然後 我們去複製一份 設計 我們的鬧鐘 那看下一張 電路圖 各位看到呢 這張圖片 是一個 我編輯過後的 圖片 並不是 實際上的 電路元件 圖片 上半部呢 這個白色的框架 就是我們原先設計的時鐘 它具有 計時跟對時的功能 那我們 依照相同的框架呢 在下方呢 新增一個 這個白色的框架呢 是alarm clock 鬧鐘 內部包含的 原件模組呢 其實承襲了先前的時鐘 我們要去 設定這個鬧鐘的時候 用按鈕去控制 會需要這個debounce 三個 分別針對 10分秒 那這個鬧鐘的主要核心部分 跟時鐘 類似 它也是具有10分秒 三個模組 這個技術器 它裡面呢 的功能只需要 去調整設定就好了 不需要自動上數 不需要計時 我們只需要 去調整設定對時的功能就好 這10分秒產生的output 同樣也需要 這個BCD去做轉換 顯示在七段顯示器上 我們才可以看到 目前我們 鬧鐘的設定 10分秒各式多少 接著呢 這個時鐘上半步 透過BCD轉換 10分秒的資訊 會傳給這個Display Switch 這個數值區段 選擇器 讓七段顯示器 去顯示 那它走的路線呢 是我現在 重新畫的這個 紅色的 上面這一條路線 時鐘 10分秒透過BCD走這裡 鬧鐘呢 的10分秒透過BCD在下面 下面這一條紅線走這裡 因為我們時鐘鬧鐘都要 可以在 七段顯示器 上面看到 所以其實呢 這兩筆 時鐘鬧鐘的 數值呢 是做過合併的 再送給這個 Display Switch 數值的 區段 選擇器 接著 要看到這個 Alert Check的模組 鬧鐘時間設定好以後 當時鐘 運轉到我們設定的 時間的時候 要啟動 鬧鐘訊號 會產生一個 Output 給板子上的 LED 或者各位可以把它想像成 鬧鈴 啟動後 這個LED會發亮 類似於 鬧鐘開始 產生 聲音 這個Alert Check 這個比較器 它所吃的 Input是什麼呢 第一筆數據是來自於這個 時鐘 的10分秒 第二筆數據是來自於這個鬧鐘的10分秒 那各位要注意的是 這個時鐘的10分秒 是直接取來用 鬧鐘也是 並沒有透過BCD 因為我們可以直接拿來比較就好了 不需要再做BCD轉換 解釋完這個 整個 電路架構圖後 我們 來看Verilog的 程式碼要怎麼編寫 這個Top Module的地方 會新增一個控制訊號 這個Alert Input 是我們用來啟動 鬧鐘模式 這個 啟動訊號會告訴 相對應的元件 在鬧鐘模式下要開始運作了 再來這個Alert LED 是用來當作Output給板子 板子上的 直播開關上有一個LED 當鬧鐘的時間跟時鐘 相等的時候 這個LED會發亮 接著這邊有Setting 有三個Setting 這邊我的腳位設計 是連接給 FPGA板子上的 彈跳按鈕 我們用這三個按鈕 去設定10分秒 我們可以調整時鐘的 也可以調整鬧鐘的10分秒 接著看我們新增哪些模組 這邊有個Alert Check 去比對 鬧鐘跟時鐘的 時間 這個 Input Output的端口 各位可以去思考一下我怎麼連結 最後這個Alert LED 我把它指定到那個FPGA上 某一個直播開關上的LED 往下看 我們原先有設計時鐘模組 依照相同的架構 建立一個 Alert Clock鬧鐘模組 端口連接方式 也跟時鐘類似 那這個 鬧鐘產生的10分秒 必須透過 BCD去做轉換 送給七段顯示器 這三個BCD 是給鬧鐘用 再來 我們在調整鬧鐘的時候 需要解彈跳電路 這三個Debounce 是指定給鬧鐘用的 端口連接 也是依照先前的設計 Top Module 解釋完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內部的模組 是怎麼設計的 這個Debounce Alarm 鬧鐘用的這個解彈跳電路 他需要一個input 告訴他今天要啟動鬧鐘模式 讓他運作 那在下方 這個模組運作的方式 跟先前類似 當有重置訊號的時候所有數值歸零 Alse if 鬧鐘模式啟動的時候 就開始三個flipflop的delay 最後產生一個output 接著 這個output 會給這個alarm second的模組 有10分秒 Debounce產生的output 會輸入進這裡 這個setting second的input 我們去按的時候 就會啟動這個input 同時還需要這個enable second 一開始我們在topmodule的地方 會有一個alarm的控制訊號 他是用來啟動這個 鬧鐘 10分秒模組的enable 告訴他們要啟動 好那 看下方這個 OS block的地方 一開始呢我們會設計這個 重置訊號 接下來呢 這個alse if 這兩個條件 其實在設定的就是 我們要去 對時要去調整它 enable 鬧鐘 啟動 跟按鈕 setting second的時候 要雷加 所以 這部分呢其實就是 時鐘的對時功能 這整個module 其實比 時鐘更精簡 它不需要計時 只需要對時而已 接著 這個alarm check 時鐘鬧鐘 兩者 數據去做比對 所以它會需要兩個input 一個來自時鐘 一個來自鬧鐘 好那時鐘鬧鐘呢他們的 input 這個的 bit數位元數 為什麼是18 各位可以去思考一下 好那這output 時鐘鬧鐘 時間相等的時候會產生一個 訊號 啟動鬧鐘 那在板子上是看到LED發亮 好 Obsblock的地方呢一開始也是重置訊號 接著呢 當 鬧鐘跟時鐘 數字相等的時候呢 這個 鬧鐘訊號 就要啟動 接下來 這下面的部分呢我用 幾個類似的 這個 判別的條件 是為了要做到讓 鬧鐘訊號延遲5秒鐘 LED燈會亮5秒鐘以後自動關掉 接下來來解釋這個 Display Switch這個模組 這個數值 區間的選擇器 我們要顯示什麼樣的數字 一開始呢我們設計它會 吃這個SHOWING的控制訊號 顯示模式的切換 我們有10分秒 他是0的時候呢就顯示 小時跟分鐘 SHOWING訊號是1的時候開啟的時候就顯示 分分鐘秒鐘 顯示10分或是分秒 因為我們有鬧鐘嘛 鬧鐘在 調整的時候 我們也要可以看到 目前設定的鬧鐘 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所以我們 新增一個鬧鐘的訊號 所以在這裡這個 控制訊號的地方 模式的切換 兩種可能 鬧鐘時鐘的切換兩種可能 2乘2就變4種可能 好那接下來我們看OS block的地方 這邊我就在 邊寫這4種可能 Alern是0的時候呢就是 鬧鐘沒有開啟 我們現在看的是時鐘 這個if的條件呢 就是在 顯示 時鐘的 小時分鐘 下一個呢 下一個部分呢 是在顯示 時鐘的 分鐘秒鐘 接著呢我們要顯示鬧鐘 這個呢是顯示 鬧鐘的 小時分鐘 接下來顯示鬧鐘的 分鐘秒鐘 模組的code解釋往後我們來看 角位檔 好我們新增的角位部分呢在這裡24行 這個 Alern 是最一開始 鬧鐘模式啟動的控制訊號 K17這個角位呢 是板子上一個直播開關 那因為目前使用到K17這個 直播開關 所以下面這個重複的地方需要把它取消掉 好 那這個 Alern LED呢 我是設計在一個 直播開關上方的 LED燈 那這個 完整模組的code檔 會提供給各位 大家可以燒錄到 FPGA板上 觀察這個時鐘 鬧鐘的運作 Clock 4 Demo Hour Minute Enable Mode Change Minute Second LoadOn LoadOn Second LoadOff Enable Pulse Pulse Alert On Alert SetIn Second 1 minute Alearn 1 minute 10 seconds Alearn off Enable Alearn signal For 5 seconds Stop Reset Enable